高颖家 您怎么坐这呢 我来看看您 我看办公室没人 我还以为你回家了呢 他们今天不是给您开欢迎会吗 已经结束了 孩子们要闹着去KTV玩 我年纪大了 让他们去玩吧 对不起啊 今天有手术也没参加上 没事 你这刚下手术肯定累坏了 赶紧换衣服回去休息吧 高颖长 您之前不是说会参加我的婚礼吗 怎么就突然要回广州了 我已经退休了 我就想着先回老家吧 回老家安顿一下 等着你跟雨晴婚礼的时候 我再回来 清风啊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 以后要照顾好自己 还要照顾好家里 还要照顾好爸爸 我走了 你妈妈一个人 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清风啊 我不想失去儿子 我不管你承不承认我 就算是为了医院 我也要尽力挽留每一个人才 爱情当中的苦和乐 始终都在做斗争啊 爱他就要拿出你功课难关的魄力和坚持 清风一定要尽地主之宜 好好照顾人家旅情啊 清风啊 你怎么了 清风 能够成为医生 这并不是重点 而只是一个开始 这从来都不是那条一帆丰盛的道理 真心感谢您 每次都支持我的决定 那清风 你愿意接受我吗 爸 您 您能留下吗 好 儿子 我听儿子 inquira 人 正 一个 子 人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